不过统治就因为我们的军队英勇顽强 就可以随便留学牺牲吗 你算一算我们到底还有多少人呢 毛泽东统治 难道你要来当这个军事顾问吗 三年不饮相将水 十年不食相将鱼 八万红军被五十万敌人围追堵截 红军第一 第三 第五 第八 第九 五个军团与敌军血战七天七夜 牺牲惨重 陷入极为险恶的境地 1934年11月 翔江战役打响 红三军团彭德怀奉命 镇守雷口关 密密麻麻的敌人朝我军发起进攻 还有一排机枪手藏在树林扫射 红三师师长李天佑命令一营长 带人干掉机枪部队 却遭到敌军疯狂反扑 一营长及战士们不顾危险往前冲 仿佛感觉不到子弹搭在身上的疼痛 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一营长还在拿枪扫射 多杀掉一个敌人 主席就能早一分钟过江 然而就在此时 彭德怀收到命令 留下一个师死守雷口关 其余人迅速向心围借手前进 彭老总深知 这个命令无异于留人送死 可他必须坚决执行命令 另一边 由于李德博古二人的错误指挥 致使林彪措施全周 使红军处于被动地位 气得他破口大骂李德是鬼儿子 看不懂中国地图 就赶紧滚回老家 林彪嘴上骂骂咧咧 但他不得不遵守李德所下命令 只因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李德在福龙治军事学院进修四年 自以为天下无敌 却是一味退却逃跑 消极避战 只知道纸上谈兵 全然不听主席建议 导致红军牺牲惨重 他下达的命令 所走的路线 全部在往蒋介石枪口上装 蒋介石乐得其成 看出李德就是个废柴 立即任命何剑为缴总司令 要在湘江以东把红军消灭殆尽 与此同时 聂荣臻快马加鞭 向出席报告全州失守的消息 并且说明林彪的红衣军团 正在剿山阻击湘军 主席认为林彪分析的队 全州失守 他们的路脚点是 借手移动的决山铺 决山铺的地理位置特殊 把指挥部设在山头 便于指挥 具体作战部署 让林彪自己拿主意 跟林彪讲 如果我老毛 无理改变目前的局势 请他理解 以最大的阔能 把损失降为最低 这时的主席 虽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但他并没有指挥部队作战的权利 他看着无辜牺牲的士兵 指责李德拿娃娃兵挡枪眼 并且说出最佳作战方案 却被伯骨反驳 李德才是最高指挥 他怎么可能会有错 主席认为 李德在他们国家 也许是军事天才 可这是在中国 士兵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不能沦为他史上谈兵的棋子 他根本不知道 蒋介石在打什么算盘 也不知道白崇喜何剑 为何像疯狗一样追咬他们 蒋介石已经布置好第四道封锁线 现在过去无异于送死 只有立即转兵 沿潇水西岸北上 争取在湘江站稳脚跟 再创建根据地 李德则认为 主席是在挑战他的权威 记得他摔杯子警告众人 如果他们再听主席讲话 他就会向共产国际辞职 并且拿出马克思主义压制主席 质疑他就是质疑马克思主义 博古立即命令主席带着部队转移资重 可这些资重才是阻拦红军过江的重大包袱 资重里不是只有物资 还有李德要求必须要带的印钞机等沉重物品 每一个皆重达千斤 严重阻碍前进速度 甚至有士兵为了保护这些所谓的财产 被破铁驼子砸得双腿骨折 最后滚下悬崖自尽 主席想卸掉资重 加速过江 因为他们晚一分钟过湘江 几大军团就会牺牲更多的战士 却被李德伯骨视而不见 直接将其赶出指挥室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老总当真霸气 可惜在战场上必须顾全大局 彭老总与主席分别后 赶到新为地区 与敌军展开战斗 红三军团武士师长李天佑 誓死守住第一道防线 子弹不够就凭此刀 几千人对战几万人 一个人顶几十个人大 不怕死的精神 把敌军吓得接连后退 记得敌军司令吓死令 后退一步直接枪毙 与此同时 十八团所在枫树角面临失守 李德决定派三十四师支援 被赶来的主席听到 急忙阻止 三十四师距离枫树角很远 周围环境复杂 还有敌军围追堵截 等他们感到黄花菜都凉了 主席指出 可以让幸存战士 撤退到凤凰湾 跟三十四师会合 这确实是一条妙计 李德决不肯同意 他执意收住风树角 尽管士兵全部牺牲 尽管有更好的选择 就为了自己的权威 李德气得离场 主席还不愿放弃 他好言相劝博谷 下令卸掉自重 加速过疆 只要他们成功过疆 后方的战士就不必死守 现在的情况是 所有红军必须拦住身后 追击的敌军 一队阵亡一队不上 直到中央红军越过湘江 他们才可以撤退隐藏 所有人用性命 包他们渡江 却被李德伯谷 视为草马 下载此时 八九军团来电 主席没看电报 直接说八九军团 都是一些娃娃兵 没有作战经验 结果应该是 打散一部分 牺牲一部分 伯谷却不听人言 赶主席离开 结果主席走后 他打开电报一看 正如主席所调 朱总忍不住提醒他 主席说的事情很少错 蒋家领 陈树香的红武军 三十四军 正在与敌人火兵 收到李德命令 火速赶往 封树角支援 十八军团 陈树香没有丝毫犹豫 坚决执行命令 坐骑行军 在树林穿梭 另一边的彭老总 已经火烧眉毛 一催再催 仅一个昼夜 新围的红武士 伤亡惨重 依旧坚守在第一道防线 但刮不敌重 敌人随时都会突破 无军防线 他们会坚守到最后 但请李德卸掉资重 轻装减刑 加速过疆 主席数着手里的电报 一封一封 全是火急 而十八军团 已经彻底失守 现在让三十四师过去 就是去送死 可他无力改变 只能提出一个妥协方案 让周总交给李德 可惜李德觉得 主席在挑战他的权威 方案再好 他也不用 甚至责备周总主动联系主席 风树脚下 陈属香的三十四师 终于赶到 镇守在这里的十八兵团 全部牺牲 一个也没有逃走 他们的政委回光返照 也是告诉陈属香 一定要守住风树脚 确保主席过疆 陈属香面对眼前的严峻形势 召开四师大会 三十四师 团长战死 团参谋长顶上 参谋长战死 营长连长 依次顶上 就算最后剩下一个人 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一时间炮火连绵 新围战场 李天佑的红武师 损失过半 依旧死守第一道防线 决山铺战场 林彪的红衣军团 面对敌军的轰炸机 喊出人在阵地在的口号 接手一难 红四师师长 张宗迅 正全力足击 追击敌军 风出脚下 陈属香与三十四师 誓死守住阵地 一步也不后退 战士们誓死如归 倒一个补一个 补一个倒一个 李天佑已经在战场 杀红眼 可敌军援军 正在一波接一波赶到 战场上随后 都有牺牲的战士 我们的子弹也不够用了 三十四师 开始用人肉炸弹 以一敌摆 伟大部队争取时间 彭德怀正带领军队 在江边架浮桥 天上有数架轰炸机 正轮番轰炸 架了拆 拆了架 到现在为止 红军无一放弃 战士们汉不畏死 只有一个信念 誓死坚守阵地 包证主席过江 他们英勇无畏 誓死如归的精神 终于把敌军打怕 他们向核箭报告 红军不知道死 士兵们已经打怕了 几个营的士兵 临阵脱逃 军心涣散 根本提不起战斗之心 核箭下令 把蒋介石上的 二十万全部拿出来 杀一个红军 将力十块大洋 我军牺牲这么多战士 李德却毫不认错 他认为是红军无能 才会这样被动 朱德和周恩来二人 终于发飙 这是在侮辱我们的战士 绝不能忍 他们吵成一团 夹急电报 却是不断传来 主席终于忍不住了 他快马加鞭 找到博谷必须卸掉自重 否则战士将会全员阵亡 你还要卸自重 一定要卸 否则我老毛不干的 带着部队 究竟打游击 我只给你 物妙中的考虑时间 最终同意卸掉一部分 但印钞机必须留下 否则便撤了他的职 铁哥大卸掉 战士们的前进速度 终于提升 到达江边 将戒时又派出 数十架轰炸机进行轰炸 洪德怀的士兵不惧身死 坚持守在福桥 红军战士 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 他们的鲜血 将香江都染成红色 面对如此危机关头 战士们视死如归 望我的冲向岸边 硬是用自己的身躯 给后来的战士 打开了一条通路 李德率先过江 彭德怀的军团 还在地上 用小米夹步枪 跟轰炸机对战 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保主席过江 主席所带二纵 却因资重太重 福桥承受不住 根本过不去 牺牲人数越来越多 主席四处奔走 让战士们扔掉自重 轰炸机越来越多 战士们的双手 已经举不动机枪 只能一人在前面 用双手举着 另一个疯狂扫射 可步枪怎么能 打得了飞机 好在主席终于过江 战斗停止 不仅香江的水红了 新围等战场 也是一片红色 李天佑跪在血水里 他的红武师 伤亡惨重 仅有少数人存活 丰树脚 陈树香和三十四师 还没有阵亡 他们成功完成任务 却被困在这里 动弹不得 将要突围 只能影平 江江岸边 主席站在岸边 不肯走 李德却下令 牺牲的战士 就地掩埋 剩下的留在里面 打游击 并且要炸毁福桥 防止蒋军追来 主席听完 悲愤不已 五万多人没有了 剩下的人员 两千不到 让他们和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打游击 这和送死 有什么区别 过河拆桥 说的就是李德 主席不肯走 彭老总只能过来劝 原处几十万将军 正在赶来 而他们身后 今生的三万人 还在等着 他们必须走 不能让战士们 白白牺牲 随后 彭老总命令 士兵炸桥 爆炸声 持续不断 这不仅是炸掉敌人 追过来的路 也是要炸掉我军战士生还的路啊 影片最后 主席怒斥伯古 其他人也对李德和伯古不满 这次举手表决 取消他们的最高决策权 坚持走主席制定的战略道路 从此 一个杰出人物 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湘江战役 是关系红军 生死存亡的一战 也是红军长征中 损失最大的一次 由8.6万人 锐减到3万人 以红军惨败告终 一草一木 一中魂 一山一石 一封碑 主席在湘江战役后 作诗一首 重兵压境 争和肚 杀气腾腾 血色无 日月双神 灰隐碧 红军三万 尸漂浮 地如无耻 地当灭 天若有情 天已哭 你看农家 白酒宴 十年不上 香江鱼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记得点赞收藏关注